这对姐妹花正在打网球 本来只是好友切磋 打着打着却叫针起来 姐姐势大力尘 一计之计将球送了回去 妹妹来不及反应 被网球郑重眉心 更糟糕的是 头上发簪也被打落 不幸刺入了头颅 刺入的发簪让妹妹陷入昏迷 这让网球姐十分内疚 为了救赎自己的过错 她开始四处寻访名医 医生都表示无能为力 网球姐只好向超能力大师求助 大师是个天才 她已经窥见灵魂的奥秘 可以复活死去的亡灵 不过妹妹只是陷入昏迷 她需要的是一位医生 大师给网球姐推荐了一位古代神医 这位神医是埃及法老的私人医生 要是网球姐能够将她带回 再配合自己的复生术 定能将妹妹唤醒 就这样网球姐来到了埃及 资料显示 神医被葬在金字塔内 网球姐找了两位盗墓贼 三人拿出各自的藏宝图 打开了尘封的大门 大门刚开启 盗墓贼就想黑吃黑 不过密室内充满了石油 盗墓贼不敢贸然开枪 网球姐将沙子放上衬盘 开启了下一道机关 顺着大门进入 里面就是法老的墓穴 棺墓两边堆满了黄金和首饰 盗墓贼带上法老王冠 结果被活活勒死 另一个盗墓贼贪图金币 也跟着领了喝饭 网球姐正想带走神医 不料当地居民却叫来警队 将他扣了起来 警长和网球姐有些私怨 想公报私仇处死他 网球姐请求警长 给他来跟送别烟 然后趁机将火机扔向了石油 熊熊大火阻断了警察 网球姐一路奔逃 最后冲进神医棺木 落进了地下通道 通道内有一片山泉与外界相通 棺木被卷进漩涡 最后从尼罗河上冒了出来 网球姐将棺木运回巴黎 本以为妹妹这下有救了 不料却看到大师入狱的新闻 原来在他去金字塔的这段时间 大师寂寞难耐 拿一个恐龙弹化石练了下手 远古翼龙被成功唤醒 不过却有些淘气 一复活就跑去街上 将警察局长的汽车送进了河里 警方听说大师是翼龙专家 特地得门拜访 没想到翼龙就藏在大师家里 在屋内一阵破坏 接着便破窗而去 大师因为和翼龙搭上关系 被送进了橘子 网球姐听说大师入狱 加班成看守模样进来救人 然而当他进入牢房 却发现大师已经被带走 明早就要执行此行 网球姐急忙赶到总统家 求他看在科学贡献的份上赦免大师 总统本来答应他再考虑考虑 不料翼龙却在此时冒出 禁止冲向总统 网球姐跑去救人 却被保安误会将他当作恐怖分子 赶出了总统府 网球姐一脸郁闷地回到家中 妹妹呆坐在床上 神医躺在柜子里 只差大师的复活术 就能唤醒妹妹 就在绝望之时 一封书信却点醒了他 既然起求无效 那干脆来一场劫狱 劫狱的搭档自然就是翼龙 网球姐用围巾套住翼龙 接着骑上翼龙向背 翼龙拼命挣扎 想要将他甩落 一阵颠簸之后 翼龙总算被成功征服 网球姐骑着翼龙迅速赶往刑场 刑场这边正要行刑 没想到翼龙从天而降 就走了大师 网球姐带着大师 打算回家救人 不料警长却尾随而至 扣动了手上的扳机 子弹从两人头肩穿过 准确命中了身后的翼龙 大师的性命和翼龙连为一体 同样受了重伤 网球姐搀扶着大师回到家中 此时的大师已是奄奄一息 凭着最后一口气 大师催动阵法 释放了最后的灵魂之力 大师一死一龙也跟着领了河饭 就在网球姐悲伤之时 贵重的神医却撞破玻璃走了出来 这只千年僵尸不仅动作灵敏 还能开口讲话 网球姐请求神医给妹妹治病 神医却说网球姐搞错了 她根本不是什么神医 而是一位核物理学家 真正的神医是和法老葬在一起的 听闻这个恶号 网球姐很是伤心 努力了半天 自己竟然搞错了 正在伤心的时候 木乃伊却来另一个信息 大师刚才释放的灵魂之力十分强大 足以复活 方圆两公里的生物 恰巧附近就是博物馆 最近正在举办木乃伊展览 他们很可能已经复活 网球姐和假神医来到博物馆 那里的木乃伊 果然全都活了过来 木乃伊围到一座棺木旁 里面躺着的就是法老王 网球姐请求法老舅舅妹妹 法老看他哭得可怜 叫来神医给妹妹治病 只见神医将头簪直接拔出 接着将法老的内脏做成药粉 涂抹到妹妹额头 最后再打上绷带 片刻之后 妹妹竟然真的醒了过来 网球姐抱着妹妹叙旧 法老则带着卫队出来溜接 路上遇见一位眼镜格 直接将他吓晕了过去 第二天 法老王降临的消息传遍了巴黎 但是没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网球姐欢迎妹妹后 接着踏上了新的旅途 而她乘坐的游轮 就是大名鼎鼎的铁尼达号 后面的故事 我们都很清楚啦 这部阿黛拉的非凡冒险 出自法国著名导演 吕克贝松 剧情有点无脑 同篇都是诙谐的法式幽默 远古翼龙和木乃伊的设定 还算有趣 但是女主网球姐太不是人了 只顾着救自己妹妹 却不顾大师性命 这样的自私鬼 活该坐上铁尼达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